古德所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啊 古时候人叫儿女 叫她学圣学习 没有叫她升官发财的 没这种教育 读书志在圣贤 你看她的目标多么纯正 今天目标价值观完全颠倒了 古生献献都你不要了 要外国 外国样样都好 中国古生献献比不上外国 现在中国社会混乱 灾难这么多 自作自首啊 真正难得了外国的科学家 日本的江本生博士 从属于试验里面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万事万物 全是有机体 有机体活的 他不是死的 懂得人的意思 接受人的毅力 人有善念 山和大地 树木花草都欢喜 人有无恶念 他们都忧愁 这个事业 把古生献献教诲的奥义 一眼证明出来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 今天全世界 是不是自然的灾害 能不能挽救 在中国古生献献 佛菩萨 他们的心目当中 当然是肯定的 断我修善 世间灾难就没有了 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心都是善良的 念头善 思想善 言行善 花草树木善 山和大地善 没有一样不善 自然灾害没有了 年代包括连瘟疫都不会没有了 深度催眠当中 告诉我们一状色情 爱 爱 人人能把那个爱心发出来 爱心充满了宇宙 什么灾难都没有 祝福菩萨的世界 没有一个不是大慈大悲 大喜大喜 四无量心 慈悲喜喜 所以哪里有灾难 听都没听说过 那我们今天怎么回事 慈悲喜喜喜四个字没有了 所以灾难爆发了 慈悲喜喜再也不讲了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就灾绝了 充分学习 放回自己的慈悲喜喜喜 四无量心 这个世界毁灭了 你有好地方去啊 你到天上去了 佛告诉我们 天人 修上平时善 修上平时善 再加上啊 四无量心 他就步步高深了 他就步步高深了 从涛离天 升到夜幕天 升到陡帅天 升到陡帅天 画落天 他画自在天 他画自在天 不明了的人 他还迷回电头 明白的人 要真感 要真心 所以 无死无虑 任云尘死 你的功德是圆满的 你有考虑 有计划 要怎么样做 做的虽然好 有副作用 又是圆满的 放下 放下 死略 放下烦恼 吸气 无死无虑是正常 恢复正常 成就不可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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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